大家好 我们上一集讲了边路突破 由边路向中路这样的过渡 那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职业比赛当中 对方的防守就变成了防住中路 不给你中路进行挡猜的 这样的一个防守方法 那我们怎么做 那现在我们就给大家演示 当遇到堵中放边 这样的防守方法的时候 我们需要如何使用我们的掩护 来进行挡猜的训练 好 那首先呢 我们还是由中路向边路来进行挡猜 但是当我看到对方是防住中路 不给中路突破的时候 我就会变化 由挡住向中路的运行 而改为跨一步挡住对方向下线的 这样的一个方向 之后我的同伴通过突破 上篮 好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再来一次 好 我从中路向边路 变 对 上篮 对 这是第一种 我们可以进行直接攻击篮框 第二种情况 对方 防守往后退 对 变到中路 对 之后我们进行中投训 第三种情况 对方收在内线 对方的防守收在内线 我来掩护 收在内线 那他向边路拉 对 对 之后观察 进行投篮的训练 通过这样的三种方式 我们的球员就会学会如何在边路 对方防堵中放边这样的防守方式的时候 我们就有很好的进攻手段来达到很好的进攻效率 你能够交汇吗